一中天 只知道三国演义不读三国志很悲哀 解读真实三国 滚滚长江东试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古今多少事 都赴笑谈中 一部三国演义道出了多少英雄人物的忠意 曹操的一世枭雄 刘备的草莽崛起 诸葛的神迹妙算 关羽的易博云天 快智人口的故事 数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喜爱 妇如皆知 但越经典的东西 往往蒙蔽历史的真相 流传越广的东西 人们对它误解就越多 三国演义结合史诗虚构的小说 很多情节都是作者虚构的 比如小说里诸葛亮草传借见神乎其神 但实乃孙奸 孙权父子所为 至于写人 一颇有诗 以至欲显刘备之长后而四伪 撞诸葛之多志而尽妖 鲁迅 三国演义流传过 影响大 很多人认为它就是三国鼎立时的正史 但要看正史 小编推荐大家看三国演义的鼻祖 三国志 三国志是近代陈寿编写的一部 主要记载为 属 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 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皇初元年220 到近五帝太康元年280 60年的历史 三国志不仅是一部史学剧者 更是一部文学剧者 承受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 以简练 优美的语言 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 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动 作者唯卫 属 吴三国各自修史 合成三国志 充分显示了奇史才 史料取舍非常用心 再三审慎 记载史诗 据实直书 评价人物 教科官公正 清代学者赵义 赞赏他简才斟酌处 一字有下笔不苟者 参定他书而后知其观慎也 丘明记眉 斑 马选清 奋红禀于西京 逞之词于东怪 字词已将 分明静爽 可以记名先典者 陈寿得知乎 晋书陈寿传论 三国志记载中国三国时代的断代史 同时也是二十四史中 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 后人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那些史书中 独有陈寿的三国志 可以同史记和书相媲美 三国志的历史价值 文献价值 文学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绵绵无闻 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今天 他在中国史学着书中的重要地位 为学术界所公认 朱德元帅青少年时博览群书 尤其爱探历史书籍 他对三国史怀有浓厚的兴趣 经读了三国志 并在书中做了许多批语 把从三国志里领悟的道理 充分运用到用人和做事方面去 今天 三国文化已成为许多学者 管理部门及企业人士关注的课题 日本的部分企业家更将三国志用人和经营的思想 用到企业的日常管理中去 小编历见史学聚者三国志 词多劝解 名乎得失 有一封话 虽文言不若向儒 而智之国之序是生动 语言习练干净 评论众肯得到 书中塑造的谋臣武将各具特色 性格鲜明 如寻遇 成遇 郭家 武将虽永贯三军 却有明显的缺点 如狂傲的吕布 暴躁的张飞等 经典的明日版本 准确的校定 印刷精美 典雅大法 齐具收藏价值物 无论收藏阅读还是馈赠亲友 都为不二之选 本书配偶简明注释和白话之一 方便阅读 本套三国志配图均为团式秀像或版画 多为闲人创作 以及历史遗留图像 并运用现代科技精心处理 对文本内容在形象上进行完美的补充 读三国志 还原三国时期的历史真相 只有掌握历史真谛 才能从容的笑看眼一意 纵览三国风云的英雄豪杰 读史史史 敲出星星之火 读史史火 点燃熄灭的灯 读史史灯 照亮夜行的路 读史史史路 引你走向黎明 三国志秀像韩套版小编推荐价 168元尾套小编提醒 一 全国包有 扩到付款 尽请放心购买 购买方式 点击下面阅读原文 填写姓名 电话 收获地址即可下单 这边会尽快发货 扩到付款 对应你icio 2007 的密货币 照亮夜行恰创杆 实际上是一个更高先熟 完成两个字整体做亮夜行为 既队变留任何好的党读晕